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講講張三豐年輕時,到底做了什麼呢? 以天一開始,張三豐還是十多歲遇到國殤,下一幕已經是他的九十大壽。 但這幾十年中,張三豐做了什麼呢? 笑傲提過一句,這柄真武劍是張三豐中年時所用的兵器,掃蕩群邪威震光湖。 到底如何掃蕩群邪呢? 以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這麼大的武林,居然沒有名正言順的奸閣。 成坤偷偷做壞事,表面上還是少林高僧,元明二佬最近才從外地入口。 明教雖然是魔教,但他們組織對抗元朝,與張三豐的政治立場一樣。 應該說,整個武林對於元朝都是反抗多,最多是中立。 居然沒有一個中原門派支持元朝。 那很不合理,當時蒙古人滅了宋朝,做了官方政府。 總應該有些武林中人為了榮華富貴,政府funding,站在政府那邊。 射雕中也有鐵掌幫勾結金兵,偏偏在以天道,元朝政府對於中原武林的掌控力是零。 我一認為,張三豐年輕時騷擋群邪,就是消滅了所有與他政治立場不同的門派。 所以中原武林是沒有漢奸。 話說謝遜為了找成坤報仇,到處沒有用成坤的名字殺人如麻。 少林子一直沒有理會他。 直到有一天,謝遜想殺宋遠橋,空見神僧突然跳出來, 跟謝遜說,我都知道你想報仇, 但宋大俠是武當派張三豐張真人的徒弟, 你如果殺了他,那就麻煩了。 即是說,你殺其他人不要緊,但你要殺張三豐的徒弟就麻煩了。 少林子一定要阻止你。 所以張三豐帶張無忌去少林,想交換九陽真經去醫寒讀時, 少林子的和尚很害怕,就說, 嘻,少林子千百名和尚一湧而上, 你未必可以推倒我們少林子吧? 注意,千百人一起圍偶一個一百歲的老人家, 都只是覺得少林未必會輸。 由此可見,上一代的武林人士, 是很害怕真的會激怒張三豐的。 加上張三豐還有一句口號, 老道生平,專殺撻子。 我們都見到,宋青書犯下大錯, 張三豐一掌就拍死他。 宋青書都算是張三豐的孫, 張三豐都落到手, 證明他多麼殺佛果斷。 大家看九十歲後的張三豐, 好講道理,不像暴力。 但年輕的張三豐,應該是講物理。 遇到蒙古兵和漢奸, 就在物理上消滅他們, 就是這樣掃當群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口述武俠頻道, 才有更多武俠的影片。 影片簡介到, 還有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我的生活狀況, 記得追蹤一下。